在战绩操演上大展拳脚 或是城镇站短兵相接的时候 近身肉搏 对于国军地面部队来说 最通透近战格斗技巧的莫过于特制部 除了单位作战需求 也肩负了一部分向外扩训师资养成 以前的近战格斗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先从 以散打的概念去做学习 分三大力就是拳 踢 摔 新制一年义务役八周新训 体能战绩项目里 从训练课表被完全移除了刺枪术 自然也不会再列入检测 国防部长顾立雄日前亲口证实 随着刺枪术被改为枪械格斗 相关教育准则已经修订 今年包括激励训练 也取消了传统刺枪测验 明年开始更将全面推动 近战格斗训 不过临战适用和实用性到底如何 如果是在一般的弹药充足的情况之下 是不太可能会有肉搏战的机会 我的枪管已经超过你的身体 我必须要踢你一脚 我才有一个距离射击 如果说我闪失出枪口在你之后 我就没办法射击 我必须要有一个踹一个动作射击 作战必定枪不离身 按照参谋本部训刺室的公开说法 近战格斗训练将区分两大项 擒拿夺刀夺枪等被归类为综合格斗 而刺刀兼敌的则是枪械格斗 用意是结合枪支刀械进行攻击和格挡 让官兵能摆脱近身的敌人 找回开枪时机 其实相关的技巧特战部队内训行之有年 我们的枪斗术的话 我们的教官会先教我们把枪当做自己的一部分 枪不管是枪头弹夹底部 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杠杆原理的支点 去甩对方的方式都有 老实说刺枪术在我这五年的军女身上中 我使用的尺数大概都是在比赛鉴定 建策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说真的长官也告诉我们 这东西就是打给长官看 是一个表演性质跟一个团队合作的概念 刺枪改搏斗原因之一 是标榜国军的训练不再流于形式 社会一派声音认为资深学长们 不甘愿传统被嫌弃才为反而反 其实退役人员们甚至支持刺枪训练内容 适度调整 这个内容方面可以加强在对刺方面 一对二 一对三 一对群都可以 全力控制要练 那是练背力 那是练背力 但是可以变少 你对刺牙变多 就像陆战队的台阶道一样 你看现在全世界上所有的步枪都有刺刀作 我们看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他们都怪了刺刀 美国现在没有废纸 枪枝上面也有做一个刺刀作 或是前方是格斗师的避火罩 那他都可以去利用他的战术运用 进行刺刀或是格斗杖的那种 近战格斗的操作 其实陆军宪兵和后备单位 未来换装的T112新式战斗步枪 仍然保有刺刀作的设计 搭配刺激近战两用的战斗匕首 是需求装挂 仿效他国做法也对应国内训练调整 各国已经都在研制这个相关的器具 不管是刀切甚至匕首刺刀 用枪支当然可以用 用来拖击反击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 新队的枪切它够不够强刃 看到说很多国家都还在学刺枪处 那表示说他有他的作用 不管是吃香醋或近战格斗 这些就是教育单兵 让他在危机的时候 能够护卫自己 本来就没有一招打天下的近战方式 重点是合乎实战需求 减少官兵的损伤 同时有效退敌 TVB新闻罗师鹏 调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